家門前垃圾堆得滿山滿谷 一包又一包的塑膠袋 裡面裝得全是廢棄回收物 從門口一路堆進屋內 光是想走進去都有困難 這裡是彰化市區的住宅區 中山路上這兩戶居民 長期撿回收 東西搬回來就堆放在巷弄附近 占用道路空間 還引來蚊蟲滋生 臭氣沖天 還讓附近鄰居真的受不了 我的煩惱 問題就是蚊塘膠 蚊塘膠 我都穿蚊塘膠 我小孩常常在告訴我 怎麼會把他叫他車走 我們突然也都聞味 都要關起來 鄰居多次舉發 每一次清潔隊都來清除堆積物 只不過一清完沒過多久 回收垃圾就又被堆的到處都是 根據廢棄物清理法 陳山的資源回收品堆到了馬路上 依法可開罰一千兩百元以上 六千元以下的罰還 只是在怎麼清理開罰 這兩家依舊如故 影響的卻是周遭淋漓的生活品質 靜新聞林妙如 邱祥俊俊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